若有人突然告诉你,患上晚期癌症,你会怎样呢? 或者听听静怡的故事,可能会有所启发 患卵巢癌,学会活在当下,少女说,得见死都无陷了 静怡昨天,成为清协黄昆阳青少年进修奖励计划20个得奖人之一 谁会想到两年前一次不舒服,命运从此改变? 一开始只不过胃抽筋疼痛 后来吃了她的药,肚子突然长大了很多 照超声波,后来就发现卵巢癌 那时心情第一次崩溃,很害怕 因为医生告诉她已经是第三期 但本身性格悲观的她很快就调整心态,积极面对 全因为爸爸妈妈和阿姨 当时我见到她们哭,我第一次想不想见到她们那么伤心 难过,当时我阿姨又说那些说话 令到我觉得不可以令她那么担心 静怡停学一年,做手术切除左边卵巢 同接受四期的化疗,期间的辛苦 甚至没了头发,令她嫁怀过 但想既然上天比困难 即是有能力战胜病魔,最终真的成功了 不过现在又要面对心臟疑变 不过在单下,我出了试后 是我一直的想法 我真的,现在是 因为我以前的想法是 我现在更多捱,我日后可以 生活得好些 但经过这件事,完全是转变了 我反而想珍惜,现在每一分每一秒 其实现在的现状我都已经很满足了 我觉得如果就算她突然死了 我都觉得没有任何的遗憾 保留了右边的卵巢 静怡其实还可以生病 但她一早已经想好了 我会坚持日后可能都不会生病 始终我整个家族都好像很高风险 然后我怕,如果我真的生病 会令到BB都可能会有癌症 其次我都怕如果我怀孕的话 都会再一次改变身体内的基因 可能又会复发 谢谢你 其实还有很多人好像静怡 小小就遇上苦难 好像17岁还诸如正的凯杰 自小饱受其事 想知道她如何面对 看另一栋新闻